鸡鸭鱼肉成为了大家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菜品 在菜市场门口 在超市的货架上 到处都可以看见烤鸭的身影 有网友问 入勤市场上的一只散养鸭 一斤就要二三十元 一般大小的一只活鸭就能卖八十元左右 但是大街小巷的烤鸭店 一只烤鸭才卖十八元 就问 这鸭子能吃吗 敢吃吗 先说 这样的烤鸭能不能吃 答案是能吃 我们在菜市场买的活鸭子 每个地方的品种都不一样 比如北京鸭 勺心鸭 高油鸭 贵西鸭等 价格最便宜 也要一斤二十元起步 能长到四到六斤 而烤鸭店用的鸭子 并不是这些品种 而是叫一种白鱼肉鸭的肉用型鸭子 这种白鱼肉鸭生长时间非常短 只需要四十二天就能出来咯 像是这种素成鸭 实际上还有两个小名 分别是白条鸭冷冻鸭 而在这两个名字的背后 蕴含着素成鸭价格低廉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素成鸭一般经过屠宰后 然后经过包装立即冷冻 运输到全国各地 所以这种鸭子是冷冻肉类食材 冻肉的价格一般都是低于新鲜肉的价格 所以这种素成鸭 再经过冷冻价格就会更低咯 最重要的是 便宜烤鸭用的是冷冻鸭 是提前处理好的白条鸭 刷上调料就可以烤咯 所以加工成本也比较低 综合原料成本和加工成本 所以街边的烤鸭才卖18元一只 据做动品批发的朋友说 一只冷冻白条鸭才几块钱 另外虽然没问题 但是并不建议大家经常食用 因为毕竟是肉 而且还是烤制食品 存在一定的食品安全风险 购买时请选择正规超市 或者市场购买 不要贪小便宜 去一些略质店铺 购买加工生产并不靠谱的鸭子